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和观视频合作的政经启迪栏目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科技创新的政治经济学 为什么要探讨这个话题呢 首先一个大背景 就是美国对中兴对华为 以及对我们更广义的科技进步的 这样一个打压和围堵 现在一言一略 中美科技脱钩已经是不可逆的了 在我看来 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 那么中国不得不全面的开始探索 自己的一个自主创新的新模式新道路 所以中国方面 现在我们提出了要科研方面的新型机国体制 那么有几个朋友跟我说 他们觉得并不乐观 虽然近年的确取得了一些技术进步 但是还不是真正的原创 主要是模仿 主要是逆向工程的结果 就如同当年的苏联 在50年代60年代 靠着从美国那儿获得一些技术机密 获得一些科学原理 然后以此为基础 搞了一个开发 搞了一个赶超 也有局部的反超 但是总体上来讲 还是不行 那他们以此为理由 认为我们的新型机国体制 也不乐观 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就真正要预判未来的趋势 我们就要理解 关于创新背后的政治经济学 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会带动创新 然后呢 中国可能的确 目前还有许多 阻碍了中国人创新的因素 那我们如果理解了它背后的原理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改革 使得我们这个民族 焕发出创新的新的生命力 那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 创新啊 它不是哪个民族 或者哪个社会的专属天赋 因为我们看到 中国人总体上来讲 大家公认的 智商在全球是偏高的 这个不是我们中国人的自夸 而是白人心理学学者的认识 那么近年来呢 中国在各种创新指标上 比如说所谓的Nature指数 自然指数 发顶级期刊的高背影论文的指数 表现非常好 有的方面已经实现了局部的反超 有的方面正在迅速的靠近美国 关于这个领域呢 我的朋友东科大的袁兰峰教授 在他的科技原人节目 在他的这个相关的文章中间啊 都有非常好的梳理 大家感兴趣的可以看一看 那为什么啊 中国以前创新比较少 而现在开始迅速的出现创新 简单来讲 就一个字 以前呢 你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你工业化还没实现呢 所以作为一个穷国 如果你想要投入巨量资金 搞研发 搞创新 这个东西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 违背市场原理的 为什么呢 你的比较优势 就是老老实实做那些 相对低附加值的 劳动力密集型的 低资本密集型的这样一些生意 因为这样的话你才能挣钱 创新啊 很大常常带有烧钱赌博的味道在里边 它是有着巨大的风险 收益高不高呢 如果你单看某一项成功的创新 它带来的收益可能是挺高的 但问题是如果你把那些 更大量的失败的创新啊 打水漂的投资算在里边 你会发现它的整体收益力啊 资本收益力啊 并不是特别高 所以对于一个穷国而言 当你有的可学 有的可操 有的可印象工程 是吧 模仿的时候 你非得要自己独立发明一个轮子啊 这个必要性是不大的 那为什么最近几年 我们的创新在层层网上穿 答案是第一 有钱了 我们有那个资本 可以烧得起的一条钱了 第二个呢 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的市场大了 中国加入WTO之后 我们的工业支撑品 开始进入的扩展到全世界 尤其是我们自主品牌 比如说我们的华为手机啊 比如说家电产品啊 比如汽车呀 这些品牌多了起来之后呢 它就可以养得起这些创新了 因为采购的时候 它一些零部件的时候 它可以实现国产化 那么这个国产化过程中呢 它就需要本土的一种新的创新 来绕过别人的专利的限制 当然中央政府有钱了 烧得起钱 提供了相应的激励机制 那么这样一个创新呢 也大大增加了 我们从历史上来看 伟大的创新啊 它极少是由穷国来实施的 它通常都是由整个世界市场体系中间的霸主 或者准霸主 也就是我的框架里边的中心 或者准中心国家 相对发达的国家 有钱的国家 资本充裕的国家 它才搞得起 更重要的是 除了这个钱要投入之外 它还要产出 因为如果光有投入 投进去之后 你没有通过市场上获得回报 形成一个循环的话 那么只有一笔钱投入 那也够不成创新 那它必须得是一个持续的 相当一个生态 是不是 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那这个良性循环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大市场 许多人说 为什么英国能够搞成 这样一个伟大的工业革命 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大的 那么多的发明创造 为什么苏联也有那么多创造 为什么中国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那么多创造 其实它都跟这个大市场有关系 因为当你拥有一个全球市场的 来分摊你的研发成本 研发风险的时候 你的那个创新投入 它就是在经济上合理的 它就是可持续的 2019年中国的研发投入 包括官方的 包括企业的 一共投入大概是2.2万亿人民币左右 占到我们去年GDP的百分比 大概是2.1%左右 就比例而言 全球最高的是以色列跟韩国 这两个中小型经济体 它们的研发投入 占到GDP4.25%左右 那么美国 居于以色列和中国之间 但是如果我们看总量的话 目前全球顶级的两大研发投入国家 是美国和中国 中国最近几年正在快速的向美国的研发的投资总规模 在追赶 具体到中国国内 中国国内在2.2万亿人民币里边 里边只有20%出头一点 是由政府投入的 其他的70%多是由企业 包括国企 包括民营企业 排名第一的应该是华为 华为一加的研发投入 就占到整个中国总投入的7%左右 排名第二的应该是阿里 阿里跟华为的差距还比较大 那我们知道有那么一些民营企业喜欢吹牛 喜欢把自己打扮的包装的很好 但实际上呢 你真正去看他的研发投入规模的时候呢 是相对有限的 更重要的是 他那些研发投入啊 许多是靠这个骗政府的补贴 但花出来钱之后 那么你看看他的在过去十年里边 他在中国跟西方的技术落差的赶超过程中 有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贡献呢 你会发现有那么一些企业是令人失望的 那为什么同样都是民营企业 华为和阿里能够取得那么大的成就 那原因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发现啊 关键就在于企业内部的机制问题 华为和阿里在我看来 兄弟们像梁山好汉一样聚在一起 大口吃肉 大秤分筋 他能够比较好的处理好内部的激励机制 外部的人才吸引问题 所以他有不断的有强者聚到他们那个群体里边 那么那些比较low的企业 往往是主政者 主导者 也许有某些方面特长 要不然他也做不成这样的企业 但是呢 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 他的格局有限 心胸狭窄 容不得能人在他的企业里边 更重要的是利润一人独享 所以啊 所谓财善而人聚 财聚则人善 所以我一直认为发展的关键在人 那么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啊 这个我非常主张的中国政府除了要有足够的力度去扶持企业的产业的这个创新 那么还要有适当的体制机制 去识别那些啊 喜欢吹牛骗钱不出活的那样一些企业 不管它是国企还是民企 都要识别他们 从而呢 让那些真正投入 真正创新 真正有成果的大公司 能够获得更好的社会承认 刚才呢 主要是从钱的投入角度讲 那么更重要的是 从钱的回报 那么关键就在于 创新产品的市场 一定要有个尽可能大的市场 尽可能宽广 尽可能深厚的一个市场 去容纳你那些创新的投入 那么市场在哪里 我之所以对中国未来十年内的创新 持比较强的这样一个乐观态度 是因为首先我们有全球第一大市场 2016年开始追凭美国国内的连锁市场 它不光是总人口大 而且中产阶级规模已经超过了美国 假如我们能够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 保持人民币汇率不出现大幅贬值的话 那么中国国内市场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 那我想呢 中国如果想要搞好创新 下标从美国那边学不到了 留学生都不说我们了 用它的技术 即便想买专利也不买了 付费也不给了 那么假如我们真的要靠自己 引领人类科技进步的潮流的话 那么一定要保持充分的开放 就是说我们的产品 不光要在中国国内市场 有效的大规模的销售 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尽可能多的消费者中间 占据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 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创新方面的持续投入 变得财务上可持续